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诡异的雾》 这是一辆算得上豪华的长途客车 宽敞明亮的车厢 米色的升降高背靠椅 木纹状的车底板擦得干干净净的 冷气开得也很足 素色的窗帘毫不留情地将车窗外的酷热挡得严严实实的 我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 心里边暗自庆幸 多花的那几块钱真是值了 也同时有些诧异 一个小小的县城 虽然有这么豪华舒适的客车 怎么说 它那漂亮的外表和破旧的车站 一点都不相承 就是开了眼界了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 车上就坐满了 我的边上来了一位 矮矮胖胖的中年人 偏黑的脸上满是汗水 身上的衣服大概有几天没洗了 他掏出毛巾擦了擦脸 就转向了我 伸出了沾着汗水的手 真是一个热情的旅办 不到十分钟 我就知道了他的名字 因为姓钟 我就管他叫老钟 工作单位是在某家饲料厂 家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住一个地方 长沙 手机号码和正在读出 乌三的女儿的学校和班主任的姓名 都知道 我经常走这条路 大概需要五个半小时吧 他可能是觉察出我有些不快了 飞快地看了看 自己那块已经掉了色的双诗表 补充了一句 从现在起算啊 不出意外的话 下午两点左右就到了 四级发动了汽车 缓缓地驶出了喧闹的汽车站 一个长相平庸的 二十刚出头的南城五元 给每个人发了一瓶免费的矿泉水 趁着这个机会 老钟拍了拍我 小呵呵的 小伙子 运气不错 原来没有空调车的 我都是第一回坐 然后一仰脖 咕嘟咕嘟地 喝了大半瓶水 看来 车上大部分人 都是这条线上的常客 他们的目光 全被电视正播放的一部 打打沙沙的港片所吸引 只有我贪婪地 看着窗户外边的景色 而老钟已经睡着了 铿锵的刀剑机声 偶尔还夹杂着他的深沉 均匀的酣声 约摸着一个小时之后 汽车进入了山谷 车窗外边一下按了下来 死机也换了低速挡 客车缓缓地 沿着山路盘旋而上 山里边的气温低 车内的空调早就关了 我将窗户打开了一点点 一阵阴气的风吹了进来 这大夏天的竟然让我打了个寒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山里边起了大雾 远处山下的景色渐渐地被雾遮盖了 根本就看不清楚 因为能见度低 客车打开了前车灯 像是一条小小的鱼 在牛奶一般的雾海当中 缓缓地前行着 而那死死的雾气 竟像是有生命的东西一般 从玻璃窗的缝隙中挤了进来 车厢里边飘满了雾 我开始感觉到有些奇怪了 似乎变成了灰色的 我想问问老钟 透过薄薄的灰雪 只看到了一张多肉沉睡的脸 在连马路边的树都无法看清的时候 我收回了目光 港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完了 屏幕上是一片的白色 车厢里边寂静无声 我也开始有了睡意 西人的寒气把我给冻醒了 我揉了揉眼睛 雾更浓了 车厢里边隐隐绰绰的 什么都看不清楚 老钟 这屋有点奇怪啊 我捅了头脑中 却发现碰了个空 奇怪啊 我明明记得 他说过和我一起到终点站的 怎么提前下车了 我牵着身子仔细看了看四周 不见心头一愣 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车厢里边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而我却分明地感觉到了 汽车仍然在向前开动 我呆呆地扶着冰冷的靠椅 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脸变得刷白 头脑一片混沌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他脑子当中翻来覆去的 只是一句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一种不祥的恐惧感 不断地从我的后背袭了过来 喂 有人吗 我开始日着喊 干干的声音穿过了浓雾 既没有了回声 也没有人回答 此时车厢里的雾越来越浓了 并且不断地朝我拥过来 而且 而且似乎变成了红色的 我像逃避瘟疫一样 伸出手 一阵的胡乱地拍打 拼命地想要驱赶这要命的雾 拼命地找司机的位置跑过去 一路上 身体不断地碰到硬东西上 我也顾不上疼痛了 扑到了司机的座位上 仪表盘按着 发动机悄无声息的 方向盘也纹丝不动 可是客车还在缓缓地往前开 两边的雾仍然在不断地渗进来 我回过身 亮亮呛呛地从头到尾 也摸了每个座位 确实没有一个人 就连包都没有 似乎刚刚那些人 都不曾存在过 老钟 老钟 你在哪呢 老钟 我一下子感觉到跌跌不休的胖子是多么的亲切可爱 只要他应一声或者出现在我面前 可是无论我怎么喊 谁也没有过来 越来越冷的车厢里就像是一台巨大的冰箱一样 把我孤独地冻在了里面 而我的身体由于太冷 禁不住地直哆嗦 牙齿上下只打颤 不行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动死也会被这客车拖到什么地方给撞死的 我决定 翘车离开 突然传来了一阵轻轻的声音 我抬起头 盯着声音的方向可是什么也看不见 接着又传来了 呼 呼 呼 细微的声音 原来车越来越快 渗进来的雾打着旋 吸起了气流 像龙卷风一样朝我扑了过来 我飞速地 扑到了车前面 却怎么也摸不到开的地方 无论怎么使劲 车窗仍然是纹丝不动 救命啊 我就往那大声地喊着 歇斯底里地拍打着窗户 噗 噗 噗 声音沉闷地回荡在车厢里面 醒醒 醒醒 你醒醒 这个时候有人使劲地摇晃着我的肩膀 我睁开了眼睛 刺眼的阳光让我稍微地瞇了一下 城务员一脸不高兴地站在我面前 你看你拍什么拍啊 椅子叉让你拍烂了 他一边心疼地整理着背椅 一边说 快下车吧 已经到站了 别人都走了 真实的 原来是做梦啊 一阵狂喜袭来 我差点没跳起来 把城务员抱在嘴里边亲一口 站在阳光灿烂的大街上 听着嘈嘈的人群喧闹声 我长嘘了一口气 再是为人真不容易啊 可是 可恶又可怕的雾 连鬼影的都不见了 喂 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回头一看原来是老钟 他满头大汗 两眼发直 嘴唇雪白 直埋怨 你怎么下车不叫我啊 我觉得有些奇怪啊 刚刚明明是我最后一个下车的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呢 老钟喋喋不休地说开了 也不知道 我的车上做了一个噩梦 他停了停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梦见你们都不见了 只有我一个人 车上全都是雾 什么 我的嘴遵实就合不上了 而就在这刹那之间 温暖的阳光和嘈杂的人群全都不见了 自如全都是雾 不知道是白色 灰色 还是红色的浓浓的雾 我和老钟就这样孤单单的仍然站在雾里 周围既没有人 也没有声音 好了 这就是 唯一的雾的故事